Hello 大家好 又回到minecraft 可能大家也會看到那個畫面 那個家裡好像有點不同 我帶大家看一下 因為我有做一些改動 其實這個外形也算是比較... 比之前大家看到的有點不同 我們來參觀一下 這個是一張椅子可以坐上去的 可以坐上去的一張椅子 非常有趣 它是這些模式的插件 然後這裡就有個閘門 這個就是木星級版的閘門 就這樣放在這裡 前後倒轉了 還是其實應該是這樣放的 是吧 不知道 沒關係 進來 關起來 就會看到一個非常小的家 然後這裡有一張床 這裡有一張椅子 這裡有一堆的櫃子 這裡有一堆的櫃子 因為我弄得太多了 沒辦法了 然後這個比較特別 這些你以為是一些普通的木板 其實不是 它是窗簾 這個是窗 這個是不是叫窗簾 八葉窗 這個非常厲害 有時候一早起床太曬了 所以就要遮一遮一遮陽光 遮擋一下陽光 遮擋一下陽光 直射非常痛苦 每一早上 OK 不說那麼多廢話 再看另一些 這一邊就是一個種植的地方 由於我還沒有水桶 所以任何的水份都給不到這些植物 給不到這些植物 這裏就不斷放了一些類似槍的物體 其實是不是這樣放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這樣放 但是還是照樣放 好 這一個就是一個西瓜的田 西瓜田 對 大致上就這麼多 沒有其他 這些樹就不特別說 那今集回來有什麼做呢 今集回來其實我是想 挖木 不是 挖礦 挖礦 因為其實我身上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挖礦 你看到我身上 身上又沒有了 沒有了 已經沒有了 然後又沒有鐵 沒有鐵基本上很多東西都成不了事 那所以呢 為了找鐵 我們就要挖礦 立即就要 這兩隻 這裏有兩隻羊 就是我遲些用來 會去 做一個羊的農場 因為如果我要建一些 比較上是現代的建築物的話 其實 任何顏色的羊毛都是需要的 尤其是黑色 因為作為道路來說 黑色都是比較常用的顏色 所以我就會捉些羊 來用 捉些羊 找些羊 去那個島 好了 炎龜正傳今集就是去掘礦 現在就要找一些礦坑 這些其實 這些其實 這些算不算礦坑 其實都勉強可以當是吧 好 先掘一些礦物 這裡 剛剛也說過 這個 現代的風格 原來建築 其實 越多的岩石 越好 因為做過準備 還有 其實 嗯 做一個層次 如果可以的話 嗯 OK 因為 有時候地上都可以用這些 好像很噁心的蛇去做 對 做一個層次 就不會只有單調的一種材質 咦 有煤 那些煤 因為其實上次都用得七八八 例如煞火把 跟著拿去燒野 基本上 煤這些都是需要大量的 希望今集就盡快找到鑽石 那我就立刻做鑽石稿 鑽石稿和鑽石斧 因為 加快我的 採閘的速度 一採閘的速度 一採閘的速度 快一點 是一個好事來的 不會太慢 我覺得 好了 這裡就 不掘了 掘另一道 看看 會不會有一個地方可以掘 咦 稿已經不見了 先把工作台放出來 工作台 做一把應該夠了 我預計我 在第二個來之前 應該可以掘到 鐵 那我直接燒了鐵 還有 OK 看看 哪裏有 抗限 抗洞 在哪裏有呢 好像很難找 我都好像 這裡有機會有的 吧 這裡 應該是 OK 嘩嘩嘩 這裡不可以 隨便跳下去 採採 這裡 嘩 立刻 已經達了一下 這裡 魔路好像也不太深 OK 這個 這個OK 但是 真的不太深 魔路 打火把他放在身上 嘩嘩嘩 這個有怪 那這把呢 是一把插剪的刀來的 其實那個效用 好像跟鐵的劍差不多 所以我就弄了出來 實際上這把刀有什麼用途呢 其實我自己都不知道 哎呀 沒有鐵 不要緊 這些好快就找到 走出第一步就OK了 然後 找了鐵 稿之後呢 我就打算去 嗯 我在想 如果我要掘礦 的話呢 就是自己掘一條礦 道出來的話呢 是在我那邊掘 還是怎樣呢 到時候 再想吧 再想 因為如果在我 現在的島 底裡掘礦的話 其實 我不知道遲些會不會有機會 會用到地下那些 那些 地方 我認為 這裡 立刻有個大礦洞 這個 大峽谷 OK 我還打算說 我認為找不到 找不到這個地方去掘礦 放在這裡 還有 哇 這個位置很危險 這個位置 會有些致命的 這個位置 我去引一些水 最好的做法 就是引一些水 對 等一下就可以沿著水路走上來 真的聰明 哇 有些危機 有些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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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鐵的 是一大堆煤 但是煤 暫時 不是我現在要找的一個 現在我要的 首要是鐵 首要是鐵礦 沿著這個位置 然後就掘過去看看有沒有什麼收穫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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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突然好像機械一樣的聲音 爆了 爆了聲 這個Minecraft的陰網 突然爆了 神經病 發生什麼事 沒有鐵的地方 好像沒有鐵 好像 看到很多骷髏公子在下面等著我 蠢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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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搞我下面 在下面射上來 嘩,好害怕 好害怕 好害怕 好害怕附近了 那一天在這裡掘算了 這裡 這個格數應該可以掘到鐵 立刻爆了 木橙 因為沒有了石 所以要弄木橙 怎麼會這樣用 嘩,這裡 我經常聽到一些弓箭的聲音 不斷受到威脅 生命受到威脅 生命受到威脅 瘋狂被人威脅著 嘩 金湯完全是掘石 好了 已經沒有了 已經 還想著 還想著可以掘到鐵礦 怎麼這麼難掘的 其實可能在我剛才那裡 向下掘其實已經掘到鐵礦 我覺得 但我認識我就是要找一些 天然的動員走下去 難得掘 我又聽到聲音了 呼籲公子手走的聲音 通常他一走 代表他有機會看到我 嘩,那隻牛在下面 對 嘩嘩嘩,什麼聲音 我看到有鐵 下面 在石頭 是不是 我不是 下面有鐵 應該不會是服 他還在上面 等一下,我跳下去吧 不要了不要了 挖下去吧 好害怕 我不想死在這裡 寫這裡很麻煩 要找回 要找回這個位置 有難度 有一定的難度存在 要穩陣派 每個Minecraft那些 全部都是大師傅 一定 一定是這樣挖下去 才行 OK 咦,到了 到了 到了 誒,正 有兩個 這裡馬上封住 因為旁邊已經是 那隻 那隻 骷髏工人手 搞定 我們已經找到我們 最重要 今次的目標 就是鐵礦 嘩嘩嘩嘩 好快 這裡打這個底,然後打去路 這裡也搞定 搞定 搞定 然後這裡又立刻遮住 不要讓他看到我 好了,這裡這樣挖 吃木仔一定是這樣挖 嘩嘩 嘩 好在啊 神經病 嘩 嘩,為什麼他會爆的 等於我的鐵礦也沒有了 唉 那這樣就類似了 好,這樣吧 封住它 然後過去看看有沒有鐵礦 有 太好了 還沒完嗎 這個晚上 這個晚上會不會太長 好,十塊 十一塊鐵礦差不多 OK 這裡會不會有機會有東西呢 有了,太好了 咦,沒有了 還有,幸好是挖多幾格 鐵礦可能會躲起來 好,這裡就踏上去 鵝倫套也有三套 差不多吧 兩套多 這裡挖上去很快就會看到 看到這個天空 好 立刻走 拿著把菜刀先 嘩 嘩 向這邊走應該對 向那些沙的地方走應該沒錯 咩 GoGoGo 有公然手 已經看到了 這個位置就對了 嘩,玉怪 糟糕 走得沒路 嘩 OK 那個就是我剛才下去的地方 所以應該就是向這裡走 我應該要設一個 座標在我家裡 這麼難得有一個地圖可以用 應該要用一個地圖 又多艘船 幾十艘船 遲些你會看到 碼頭 整個碼頭都是那些 寵物 那些動物 好了,成功回來了 然後燒一些鐵 但是暫時我沒有這麼多資源去做 應該要弄到盾 這些板也有盾 盾是必須要有 沒有盾就非常危險 不太行 還有這些癌 一些不要的就放進去 這些花也放進去 這些箭 嘩,骨頭 剛剛殺了一隻怪 殺了一隻骷髏功箭手 然後這裡弄樹 然後... 剪刀 對了,我應該要拿先人獎回來 OK 好了 那因為沒有水的關係 所以都是長期剛行 沒有任何的滋潤底下 在慢慢成長 好,接著就弄個鐵桶 鐵桶之後就弄個... 弄個水 弄個礦... 呃... 礦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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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井 好了,先看看 在這裡弄吧 直接 直接在這裡弄吧 OK 好直接就在這裡弄 遲些就會拆掉 因為這些太過... 太過樣子衰 太過樣子衰 你殺筆西蒙這樣起的話 但是沒什麼所謂 暫時先起這樣吧 感覺上... 感覺上生存為主啊 暫時 OK 希望我就可以快點... 快點... 結果 生一些小物出來 這裡順便用骨粉去先 這裡...這一棵很明顯要弄高它 這樣才是代表最高 對了 那這裡用一下應該夠了 這裡已經用一下夠了 對了 OK 慢慢登西瓜出來了 這裡 好 這裡差不多弄光了 呃... 弄個稿吧 不用問啦 稿一定有的 OK 然後看看這個鐵可以弄些什麼 有些什麼未見過的可以弄呢 這些什麼 電視機遙控器 電視機 電視機 電視機弄不到要紅石 水龍頭 OK 那這次一定會建設신方法 這次一定要建設建築 建設 dual 建設就為家用品 當呃... 家裏會有的東西 哦uo Y 這是這個櫃? 這是鐵筆,火災警暴器,真的會有火災嗎? 如果有不就很糟糕,整間屋燒了 攪拌機也有,攪拌機是怎樣用法,挺有趣的 板手,應該都是電器用的 車輪,車輪這些是車用的,我有弄車的模式 千斤頂,我不知道是什麼 Harmor,氣體泵,燃油骨,流體泵,流體混合器,電動引擎,加速墊 這些是一些我暫時不會用到的東西,因為剛剛起步其實起不了那麼多東西 沒什麼資源,沒什麼材料 它需要的材料太多,有紅石,或者是那些... 呃... 其他我不會有的東西,我其他不會有的東西 所以現在暫時都做不到的,好啦 好,今集時間就到這裡,我們下次繼續去找找其他材料 收集一下一些建築會用到的材料先 因為都不夠材料,什麼都做不到 今集時間就到這裡,我們下次再見 喜歡的記得按個LIKE,記得幫我訂閱,我們下次再見,拜拜 如果大家記得按個LIKE,記得按個LIKE,訂閱,按個LIKE 支持,按個LIKE,按個LIKE,按個LIK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